好 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时间戳特征删除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这个数据呢 刚才打印出来了 那么他有一些这个地方是警告 那么这警告呢 他是建议啊 这是版本问题 他建议你用这种lock 这lock前面讲过吧 哎 建议你使用这种lock 然后指定所有样本 你的特征变成这样新了 也就是说他不建议这样去使用 为什么 因为这种使用方法是复制一份day给这里面 这里也是复制一份over给我们这个 复制一份weekday给他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相对于是直接把这里面的day就直接放到这里面了 那理解吧 所以他就有一个警告 你可以自己改一下啊 把这个lock啊 lock在这里 那你知名前面已经讲过这个lock和ilock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 这个打印出来的data数据 这里面还是一样的rodeidxyaccuracyplaceid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值 对吧 这个是等下要拿出来的 dayoverweekday是不是翻进去了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哎 他一共变成了这个17000个样本 对吧 样本数量肯定减少很多了 应该原来有几千万个样本啊 然后呢 每这样一个每一个样本的特征是不是变成八个吧 哎 好 那么接下来还要继续做 对吧 你如果说这个如果现在就去预测的话可能准确率还不是很高 对吧 那接着啊 我们要把这个什么 刚才说了把这个入住签到数量的位置少于N个人的数量相处 那这怎么办 这里我们也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几个方法 将签到位置少于N个用户的删除 也就是说目标值 这里面某一个 你看这里目标值啊 看到这个目标值 哎 看到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就说明这两个人签到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哎 那也换大多数呢 其实还是大不不一了 所以我们要把PlaceID里面每一个类别的PlaceID 他的签到数量人数 哎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用什么 用什么方法 哎 分组 然后统计什么 求和就行了吧 哎 所以这里面非常简单 我们就要统计分组求和 那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把这几个步骤呢 先拿过来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每一步 干什么事情 这里要做的就是把签到 把签到数量少于N个的 对吧 这个目标目标位置 删除 好 那我可以粘贴到这两个先粘贴到这两个 这有个中文啊 我们直接group 其啊 o u p by 对吧 我们以什么分组啊 是不是以PlaceID分组 以他分组 然后干嘛 进行统计次数 那说统计好他的次数 这个PlaceCount是什么格式啊 是不是前面一个索引是PlaceCount的 注意了是索引是PlaceCount的吧 这里面你如果你再不记不清楚啊 你回去再看一下 以某个东西分组的时候 前面是不是索引啊 然后再是一列是 每一列就是你这些特征 但是这里面的值是变成什么 这某一个目标值的什么次数了吧 好 那我是不是只要记住哪些次数大于N个值就行了吗 好 我这一步干嘛呢 这一步就说 我把这里面的Raw ID大于3 但是Raw ID是你的这些入住的ID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变成具体的次数了吧 变成具体的次数 我只要把次数大于3的啊 大于3的 假如你可以改到大于4 大于5啊 都可以啊 我们就先打于3对吧 大于3的保留下来 然后再重设一下 ResetIndex ResetIndex的作用是什么 ResetIndex啊 前面讲PD的时候 把你的这个索引 原来是PlaceID吧 变成了某一列 是不是你就可以获取这一列了 原来你能获取这个吗 不能 别说PlaceCount 我们在这写一下 你现在你这个分组之后啊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每次都花时间对吧 你的索引就变成PlaceCount了 Place PlaceID啊 ID 但是这个是索引 然后你的列特征只有这些吧 是没有PlaceID了 然后这里面都是次数 都是你每一个ID里面次数 现在我把它ResetIndex 就是把PlaceID单独又单做一列了 然后就你个个的 这样的签到位置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了 这前面的所以就变成0 1 这样一个去计数了吧 比如说InsideIndex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要记住 你如果说还不明白这个 ResetIndex的作用 你回去再用一个小的数据 你自己去试一下 你解释吧 好 我们再先把这个保存一下 那么当然你是设置InsideResetIndex 这里面的TF是保留的一些大于三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目标值吧 好 接下来要干什么 是吧 把贝大里面筛选 是这些TF里面的PlaceCount就行了 我只要判断一下 Data里面的PlaceID是不是在TF里面的PlaceID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把它保留下来 那么这个Data 注意了 这个Data是不是包含了所有的特征值目标值 里面的PlaceID是不是都是签到次数大于N次的吧 好 那这几步你可以自己先打印 用一些数据呢 先自己试一下 打印出来 看一下 好 那我去把这个位置删除了之后 干什么呢 接着我就可以去 我去把特征值目标值给拿出来吧 能不能拿出来 可以吧 好 我要取出特征值和目标值 因为你特征值目标值是不是要单独分开吧 取出 取出数据当中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目标值我们先取特征啊 目标值目标值是哪一个是不是我们Data里面的PlaceID吧 好 Data 我们用Y表示特征值目标值了啊 Data里面的Place-ID是不是把这个目标值取出来了 那剩下的 哎 剩下的是不是也包含PlaceID是不是把PlaceID删除掉 剩下的是不是都是我们的特征值了 对吧 把这个一删除 把这个删除 好 删除 就是X等于Data里面点Drop 注意了 我们是删什么啊 是不是删PlaceID啊 我们不要PlaceID了吧 只要其他的保留 注意按列删除 AXIS等于1 注意了 还是1 把PlaceID删除了 剩下就是RawID XY XY Accuracy Day Over WeekDay 好 保留下来之后 我们先不做特征工程 对吧 先还要干嘛 进行数据的分割 是不是要分割数据啊 对吧 分割成训练集 训练集和测试集 这一般啊 你一般是把处理数据 先做完 然后再去考虑特征工 这些特征工程里面的这些 比如说把数据分成训练集测试集 然后再做特征工程 那你解释吧 一般你处理数据先做好啊 那进行分割 是不是调用TrainTestSplit就行了吧 TrainTestSplit 第一个值传什么 传什么 是不是你的特征值 是不是特征值 第二个 目标值 第三个 测试集的大小 我们就默认0.25 对吧 返回这个数据的格式 一定要不要搞错了 我们再来一遍 第一个是什么 S-Train 就是说训练集的特征值 然后再是测试集的特征值 注意了 先都是什么 特征值吧 然后再是什么 目标值 目标值又包括训练和测试 对吧 训练目标值 测试目标值 这个是固定的写法 对吧 你也没办法改 否则你获取的这个数据 肯定就错了 好 那获取了这个些之后 我先不考虑做特征工程 对吧 特征工程是不是要进行标准化 我先不做 对吧 我先呢 进行Esteamter 进行我们的算法了 进行算法 进行算法流程 那我们这个地方调用 kn neighbors class file 好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参数吧 kn neighbors 0多少吧 它默认是5 我们先就按默认值指定 对吧 然后kn等于 这个 那么kn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实力 对吧 实力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Esteamter的一个实力吧 对吧 那这实力有哪些方法 刚才有没有介绍 是不是有feet的方法 干嘛的 是输入数据吧 然后还有什么predict的方法 是干嘛 预测数据的一个目标指导 还有什么score方法 是不是直接得出准确率啊 首先第一步 你必须得先feet吧 好 那么kn.feet 对吧 feet里面传什么数据 feet 是不是把extream ytreet传进去 就行了 这也是你的训练机吧 好 训练机传进去 注意了 KG您算法呀 有可能在这个feet的时候 他没有干一些事情 y干 好 因为他是目标干嘛 因为你来了一个新的样本 是不是只要求这个样本 跟这些训练机里面的数据的距离就行了 假如说你现在来了这样一个预测 这是预测测制级 原来预测测制级 现在你输进去 是不是训练级吧 它要预测的测制级 与训练级里面的 每个样本 是不是计算距離 计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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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 不需要做一些操作吧 只是现在 把你的训练级 数据输进去吧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真正的去得出 得出预测结果 结果 好 那已经说干嘛 外 preaching 估计了 是predict 那他要预测 以什么预测 是不是以测试级预测吧 测试级在哪里 是我们的x-test 是不是只要输入x-test 就能比较各个特征之间的距离 然后得出他最近的距离 那个目标值 是不是给你放到这里 y-g-predict跟y-g-test 一不一样 不一样吗 因为这是你预测的值 这是什么 你真实的 x-g-test的特征值里面的目标值 对吧 这是测试级的 注意啊 这测试级的 好 那这里我就可以 kn.predict预测一下 那预测一下 我们只要输入x-test 只要有特征值 他就能预测 对吧 print一下 我们的预测的目标 入住位置 入签到位置 为 每个 注意了 这里的样本 都是每个测试级的样本 好 为外干predict 他应该就是一个列表 里面装着每个样本的一个目标值 对吧 这是预测的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 score 干嘛 得出准确率 得出准确率 什么是准确率 是不是这100个样本 对吧 他有真实值 我预测的有100个样本 预测值 是不是比较一不一样就行了 然后里面正确的有多少 错误的多少 是不是就预测出来了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率 我们的预测的准确率 预测的准确率 我们可以通过score score方法 score方法是kn下面的 对吧 kn.score 然后呢 我们传进去就是x干test 输入x干test 其实就是为了得出预测值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与外干test去比较 那我们自己写一下 怎么去比较 比方说你的真实值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真实值的类别 对吧 真实的类别 0 1 然后呢 再来0 2 3 2 1 1 好 这是你的真实值 那你预测值 是不是根据KG0预测的吧 比如说这里预测 他预测是2 这里呢 比如说1是1 好 那现在我们看哪些是准确 第一个准确 第二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 第四个准确 那这里面是不是一共3 4 5 6 7 7 里面占多少个 两个错误吧 那5个准确 是不是5除以7的这样一个准确率啊 是不是得出来了 哎 这个预测值知道他怎么得的吧 是不是kn去求的吧 kn最近几个 然后找的最近几个比例 那个类别 是不是就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准确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准确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准确率 这个准确率 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准确率 我们来看一下准确率 好 那么这个结果出来了 我先开个公屏 那么这个预测的目标标签的位置 这是他预测值吧 这个怎么来 有同学肯定说这怎么来 是不是就比较他最近的几个 然后把那个值拿过来就行了 对吧 这你不用管 他怎么来对吧 好 那接着看一下准确率 这个多少啊 百分之多少啊 2.7 也就是说你100个里面对吧 预测了就有两个准确了 所以这个准确率是非常非常低吧 那我们先来看 如果准确率低啊 你考虑这个算法呢 先如果你现在只知道一个算法 你先不换算法 对吧 那你可以先干嘛 看一下这个特征里面 是不是有些没删除 或者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加错了 那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些没加的 看一下 肉ID是不是没删啊 是不是会影响 这个留给你自己任务啊 你可以后来把这个肉ID删除 这我就先不删了 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就不删这个肉ID 对吧 然后我先做标准化 我先做标准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标准化 首先把我们的标准化导入进来 啊 在我们的 SaculateLearn里面 LEN Preprocessing Import一下 我们的 Standard 好 接着我们来做标准化 标准化 首先实力化我们的标准化 API STD等于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训练数据集做标准化了 测试数据集要不要做标准化 肯定需要吧 你训练集已经标准化一个非常小的值了 那你计算距离的话 你拿测试集跟它计算距离 是不是相当于是这里已经变成非常小了 然后你拿1890跟它计算距离是不是不太好吧 所以肯定你这个值不也要去做标准化 目标值要不要了 不需要吧 目标值还要要吗 目标值还要要吗 肯定不要 目标值是什么呀 你要目标值去计算距离吗 不用 那所以你目标值还要做标准化 肯定不要 目标值是你拿来的一个类别 只是说我在这里求最近的时候取那个类别值就行了 目标值肯定是不用的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对测试数据集和训练数据集的特征值进行标准化 写一下 要对测试集和训练集的特征值 对了特征值进行标准 标准化 好 那这标准化我就 std.feedtransform 是不是就可以了 feedtransform我先对x干trim 这是什么 训练级的特征值吧 x是特征特征的意思啊 我在这给了一个标记 s干trim返回一个x干trim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还要对什么目标 对这个测试级的特征值吧 std点 这里是调用什么 调用feedtransform还是调用transform 还是调用feed transform就行了吗 这不用再feed一次 feed是不是要重新计算一次 你这里面的平均值标准差了 是吧 你直接transform 一般的我们都是这样去做就行了 transform s干test s干test 好 做好了之后 我们这名字也没改 对吧 直接输入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看标准化之后 它的准确率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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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屏幕 现在准确率对于多少了 0.40是多少 40% 也就是说你现在提高了多少 好多吧 所以标准化对于你数据 不要看这个标准化 感觉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标准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标准化其实就是想让 每一列的这些数据 在同一个标准上面去计算计算 所以标准化是必须得去 当然这个结果 当然其实你并不是很理想 你想要达到一个70% 80%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自己去做了 你可以把什么 RUID删除 这个RUID是不是影响他 可能这个效 这个结果不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影响 因为这个RUID没有意义 他就是你这个人签到 这一次两次三次是吧 没有影响你签到的位置吧 所以你可以把RUID删除 你做回一下就行了 很简单 然后你还不放心 对吧 如果结果还不好 继续 那你这里面自己去改 这个我就不要求 对吧 只要谁的准确率提高的最高 对吧 你达到70% 80%都可以 能理解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KN这样的一个例子 预测我们的RU入入位置